2022年的数据显示 土著的极度视频率高达7.9% 是三大族群当中最高的 没错 根据2022年劳动力调查报告显示 全国超过63万名失业者 土著更是占了61.5% 经济部长拉菲兹透露 政府将在今年6月推出更新颖 更包容的未来10年长期土著计划 致力通过各个领域来推动土著的竞争力 经济部长拉菲兹今天在国会部长问答环节时指出 虽然政府极力推行新经济政策 以拉近各族之间的经济差距 但族群之间依据存在经济不平等现象 2022年的极度视频数据显示 土著群体的极度视频高达7.9% 是三大族群中最高的 接着是印翼5.4% 华裔占1.9% 此外 土著的失业人数在2022年也录得最高记录 在63万0400人总失业人口当中 土著占61.5% 达38万7800人 除了透露 政府将在今年6月推出未来10年的长期土著計画 拉菲斯強調提升土著中產階級的能力 將是重點策略之一 拉菲斯強調提升土著中產階級的能力 拉菲斯強調提升土著中產階級的能力 根據拉菲斯 透過私募股權或風險投資提供资金 可擴大土著企業的規模 为此 打造攸關法律 將業和税收的生態系統至關重要 以培養中產階級的投資人才 只要政府通過昌明經濟框架 鑑定新的增長引擎 包括能源轉型 數碼化等領域 並持續制定土著的特別計畫 拉菲斯相信政府的持續努力 預料能夠強化土著的競爭力 八度空間 柳香玲 吉隆坡報導 上紅 指揮 10 1 大 絡 反